好,題目最緊要認清它給你的資料是什麼 左邊的一個是頻數分佈表 即是它每一個範圍裡面佔了多少 但右邊的一個是累積頻數多邊形 即是說,例如164.5cm以下的人有5個 174.5cm以下的人有20個 你一定要把那些組分開才能對照到兩個表 另外155-159cm的人 其實就介乎154.5-159.5之間 4寫5進入後就會變成組區間 即是這部分的人數應該是佔一個人 同樣道理,另一部分的人數就佔了x個人 其實橫軸是新高 我們要計算頻數對應Y軸的樹軸 所以我們應該要像它這樣 加一些去線 從這裡推上去這個位置 對應高度 紅色的部分 由0 去到剛才的界線應該是第一組 即是1個來的 而第二組藍色的部分 由1到5這個距離 它就說是x 所以x就等於5減去上一組的1 就是4個了 同樣道理,169.5對應的高度 是大概這個位置 中間的距離 應該是額外增加了Y 那麼多個 但要是你不知道這裡的高度是多少 所以這一刻 都只能夠保持Y 不知道 剩下的部分 下一組 介乎170-174 這一組 頻數是5 即是說 由剛才的位置 再上升到5格 就會上升到20 那你就可以推斷出 20-5 這個位置是15 那你用15 再減回剛才的5 你就知道Y這個高度是10格 所以Y的計算 就是你由20起跳 減去5 再減回5 又或者你直接寫答案也可以 答案就是10 因為它有些加減法 所以它應該都只給答案分 好 再下一組 175-179 這個位置是3 所以上升到23 所以最後一組 23加多少是24 Z就等於1 那這就是XYZ怎樣求 好 當你已經分好這個表 最後也很簡單 它就說 球員的身高要少於169.5 就是要低於169.5 它往左邊 但是又要不少於多於159.5 多於這個數 所以你現在目標的範圍就是這裡 它對應的高度是這個距離 簡單來說就是X加Y 這兩組的頻率是14 那它就問你 它這次問你 是中這個範圍的概率 在24個人裡面 其中14個是符合要求 所以概率就是14除24 那答題的時候 就用所需概率四個字 那你就沒有寫錯了 所需概率就是我們中目標的人數 14個人 除了我們現在的總人數是24個人 那如果你想表達得清楚一點 可能第一步你寫X加Y會好一點 那確保你就算計錯X和Y 都會有方法分 那所以就是14除24 那記得啦 你的答案是要化選的 那所以是7除以12就是最終答案了